幸好 Roll 又再出多支這個 便宜價咪 上次以為已經很便宜 今次更便宜 今次是 VideoMicro 上次是 VideoMicro 2 今次是 VideoMicro 2 是有點混淆的 今次是哪支呢 今次是這支 是這麼細支的 上次已經覺得 上次那支很細支 上次那支是什麼呢 上次那支是 上次是這麼看嘛 上次是 哇,Baby版的 VideoMicro NTG 因為平時大支就是 VideoMicro NTG 它出了 VideoGo 2 就已經覺得很細支 怎知道這支更細支 現在這支是 VideoMicro 2 即是相交了10個月 又出了一支新 今次是很便宜的 它是79元美金 即是港幣大概都是500-600元 那樣就非常之划算了 那你這麼混淆 哪支打哪支呢 首先就要由這個歷史講起 以前Role第一支 VideoMicro 就是第一支單鏡機用的機頂麥 那 VideoMicro之後呢 它又會出 VideoMicro 高就是一個停價版 後來就有 VideoMicro 後來就有 VideoMicro 又有 VideoMicro 就是這一支小的 VideoMicro 現在出的就是一個 VideoMicro系列 所以高就是平價版 Micro就是小支 雖然它還是便宜一點 明白嗎 我好像很難明白 很多人都很混淆 有 VideoMicro 有 VideoMicro 總之就是這樣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試咪 首先是這支 VideoMicro 在這麼吵的環境 大概是這樣的聲音 這個距離 離開咪 這支就是新的 VideoMicro 2 我發覺它這個輸出 都是非常之大聲的 都是跟之前有一個問題 PlanetSonic這部機 它的輸入是非常之大聲 已經調到最小 它都是這麼大聲 有少了爆咪 那其實這支咪的輸出大 是好處來的 但是PlanetS5 就是一個問題 現在這支就是上一次的 VideoMicro Micro 沒有搞錯 這支都是不用電 都是有少少爆咪 因為它的輸出比較大 通常是好處 但是對於這部S5 這部S5就是一個問題 沒有辦法 這支就是Rode VideoMicro NTG 就是最貴的那支 那這個我就不怕 大聲一點 因為這支咪 就是裡面有內置電 是可以調校這個輸出 調校到剛剛好 是給這部S5 都不會爆咪 當然它還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這個四支都是指向性的咪 那它抗噪音的能力又如何呢 現在這支就是最舊的 VideoMicro 向著車聲 然後現在就是背著車聲 剛剛有一輛很舊的巴士 就是這樣的效果 這支就是新的那支 VideoMicro 2 現在就向著車聲 然後現在就是背著車聲 它的抗噪音效果就是這樣的 這支就是上次的那支 VideoMicro 2 對著這個噪音 那現在就離開這個噪音 就是這個效果 這個就是它的抗噪音效果 那這支就是VideoMicro NTG 然後就將這個環境噪音在後面 那這個就是它減噪音的效果 是一個真實的環境 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香港要用VPN 那究竟在英國要不要用VPN呢 其實就好像裝防毒軟件一樣 大家有裝防毒軟件 VPN也都知道應該要裝的 那今次這條片就是由NordVPN贊助了 加入它這個兩年計劃 它就送多四個月免費給你的 那你不用VPN 平時上網 你就會你的手機 接駁去你的ISP網絡供應商 然後再幫你轉駁去你想去的網頁 於是你的網絡供應商就知道了 你什麼時候去過什麼網頁 還有對方的網頁也都知道 那個網絡供應商給你的IP address 記錄了有了時間 問題就是如果有人想證明 你在網上說過的東西 它只要得到這個網絡供應商的紀錄 以及你上的網頁的紀錄 它一對比起來 幾點這個IP上去說過什麼 它就會對得到網絡供應商的紀錄 網絡供應商是知道了你 全名、身份證、地址、電話 什麼都知道了 就找到你了 但如果你用了VPN 你的手機是首先接駁去網絡供應商 然後再接駁去這個VPN 那這個網絡供應商就只會知道 你經常接駁去VPN 不知道VPN後面會去哪裡 而最終你上的網頁 也都只會得到你的VPN的IP 就不會得到你的IP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妨在影片影片描述用這條連結 看看它的兩年優惠 送多四個月 而且在30天之內 你可以隨時取消 拿回一些錢 基本上是一個免費的使用 那麼這麼多支 應該說最接近的就是這兩支 這支是新的Videomicro 2 而這支是上次推出的Videomicro 2 這支是上次的Videomicro 2 兩支都是比較便宜 但現在新的這支更便宜 那為什麼呢? 便宜了一邊呢? 除了這支上次的Videomicro 2 好像大支一點 大支一點 是不是應該勁一點呢? 之外 那支插槓也大一點 當然這個小節省位 但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 上次的Videomicro 2 是可以做USB咪 即是直接插到電腦上 什麼駕駛什麼都不用搞 一插進去便可以使用 那你用回它的電腦app 還有更多功能可以開啟 因為這支咪本身就有 Analog去Digital的處理器 那這一支呢 你就要插回普通的3.5mm的插槓 那你又要 要小心你的電腦 究竟有沒有Plugin power 究竟那個是咪頭還是Line頭 即是你要知道那些東西 但是USB就有好處 就是一插進去便可以使用 還有你不用說 這個你只能插到一支咪 這個你有多少個USB頭 你就能插到多少支咪 但是其實這個不是充電的 這支咪裡面沒有電 所以兩支都是靠你的相機去供電 你可以看到它前面這個 前面這個TOOB的設計 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這個咪本身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多了就真的只有USB頭 順便提一提就是這個 Videomite NTG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最貴最厲害的這支 再長一點 你可以插到前面的TOOB是長一點的 是有分別的 還有這個就有很多功能了 這個一樣可以插USB 一樣可以做USB咪 還有它是有來自電 這裡可以調校大小聲 它有這個Safe 3 Channel 這個我最喜歡 它有顯示有沒有爆咪 這個是減20的PAT 有High Pass Filter 有High Frequency的Boost 所以這個是多很多功能 還有除了這個USB 可以插電腦、插手機之外 它這個3.5mm的頭 它是可以自己感受到 你究竟是插進一個相機或手機 因為那個接線是不同的 所以你這條線是不用換的 它自己會感受的 如果看看這支新的 平價Videomicro 2 你可以看到它跟第一代的Videomicro 是差不多的大小 但是它這個TOOB是新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它是長了 多很多其他東西 那就應該這個減噪音的功能 是更加好的 而這次它跟的配件是 我挺喜歡的 就是它有跟這個MOMOCO 這個Dead Cat 它也有跟這個海綿 那你就不用整天都是這麼大塊 因為如果你有見過 或者你有之前這支Videomicro 它是 只是跟這支Videomicro 那這支Videomicro 因為你在外面 你只要不用大方的 你只要在室外拍 它就已經有風聲 所以你去到室外拍 你就要做這支Videomicro 那你買這個MOMICro 你唯一小一個 你又要加這麼大塊的東西 那你如果要在手機上用 就很誇張 這麼大塊的東西 你出去拍攝 別人就看著 你為什麼要加這麼大 那我那時候 我在香港 也都是去鴨條街 買一個這樣的海綿 去用 多數都是 如果要用的時候 這個海綿 其實是那些 Headphone的麥克風 那一粒海綿 那我去鴨條街 找到一個剛剛好 蓋上了 變成正常 不是大風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 不懂得超巨 而且如果你是搏手機的話 因為你要換另一條線 所以其實它都是跟著一條線 不用另外買了 之前永遠就要另外買的 這個就是搏手機的 這裡兩件 這裡三件 它是故意灰色的 那你如果要用的時候 黑色 插在這裡 灰色 就是給你的手機 當然現在很多手機 都是沒有Headphone頭 所以你都要唯有用一個 比這些 搏手機 不過這個尺寸 真的適合 要來給手機使用 尤其是它新的盤子 是沒有那麼高的 有時是看你拍什麼 有時音質 不是真的重要得那麼重要的時候 如果普通拍VLOG 這樣是方便多少 這個就是新的Rode VideoMicro 2 適合如果你剛剛開始拍片 尤其是適合小一點的設置 小一點的相機 又或者你幾部機一起拍MultiCam 就算這麼貴的機 上面用這麼便宜的麥克風 其實沒說不行 聽說了幾支麥克風的比較 大家覺得這支麥克風 能否用得過呢 感覺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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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會不會 選擇